最近的话呢有很多朋友私信我说他们原来装的这个EXI的版本是6.5版本的 那么现在的话呢大家都在用这个6.7的这个版本 那并且的话呢6.7的版本现在已经升级到了这个Update 2的这个版本 那他们就问那现在怎样平滑的可以升级到这个6.7的版本 因为他们之前的这些配置都已经配置好了 不想再重新安装这个6.7的这个版本了 只想平滑的来升级 今天的话呢我就来教大家来升级一下 因为EXI升级的话呢也比较麻烦 因为它在这个后台没有一键升级的这个功能 所以的话呢我们还是需要一点点的这个动手能力 但是总体来说的话呢这个升级的这个步骤并不是很难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就演示给大家看一下 那大家看完以后呢大家就可以自己动手来升级了 首先的话呢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要演示这台机器的这个版本 它是6.5的这个版本 在开始升级之前的话呢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这个虚拟机里面的这些虚拟机要关机掉 那这边的话呢我这边是演示 所以我们要装虚拟机 如果你已经安装过虚拟机的话呢 首先我们需要把它关闭电源 那点上面这个关闭就可以 然后的话呢我们再点到这个管理这个选项我们找到服务 我们把里面的这个SH的这个功能给打开 选动它后呢点启用 启用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显示正在运行 那说明就已经开启这个功能了 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进入到这个VM的这个官网 然后这里的话呢需要登录你的这个账号的 那如果你没有账号的话呢 现注册一个就可以了 登录进来后呢我们这边需要找到它的这个产品这个选项 然后在产品与补丁的这个选项里面 然后我们点击进去 进来后呢我们在这里选择 那就选择我们这个EXI 选择它以后呢 然后在右边这里可以选择版本 那选择最新的这个版本就可以了 现在是6.7 选择以后呢我们点下面这个搜索 现在列出来的这些就是它历史的更新的这些版本 那么我们找到它这个日期 找到最新的这个 那现在的话呢是5月14号的这个 我们找这个最新的这个版本 然后呢直接点击它右边的这个下载按钮 下载出来以后呢 它是这样一个压缩包 那么这个压缩包的话呢 我们不需要解压 那我们就先放在一边 然后进入到这个EXI的后台 我们找到存储 然后找到它的这个磁盘 然后呢点击这个数据存储浏览器 打开后呢 我们直接把我们刚才下载下的这个升级包给上传进去 上传完成以后呢 它还是以一个压缩包的形式呈现在里面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需要登录这个SH去操作 那么苹果电脑直接打开终端就可以 那如果你是这个Windows电脑 那么你可以下载Party这种软件来登录 我这边是苹果电脑 我就用终端来演示 登录进来以后呢 我们首先可以输入这个命令 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的这个版本 以及它的版本号 那么现在就是6.5的这个版本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输入这串命令 然后在这个杠D的后面打一下空格 然后我们找到这个存储数据存储这里面的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把这个位置的这个地址给复制一下 复制完成以后呢 我们粘贴到后面 然后再打一个这个斜杠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找到我们刚才下载的那个升级包 然后把里面的这个名称 包括它的这个后寸名一起复制 然后再粘贴到这个后面 然后我们直接点回车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列出了两个信息 那如果列出这两个信息的话呢 就是升级包的这个信息 那说明我们现在这个版本是可以升级的 并且我们下载的这个升级包 它现在也是完好无损的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输入这个命令 我们就可以开始升级了 那这个命令的话呢 这里要注意 和上面的很像 那只是这里的话呢 那上面是update 然后上面是list 那这里的话呢 是不同的 那大家输入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好的 那输入完以后呢 同样在杠D的画面打空格 然后同样的把这个位置给复制进来 然后同样的打一个斜杠 然后还是把这个升级包的文件 以及它的这个后缀名给复制进来 复制进来后呢 我们打一下这个空格 然后我们在后面输入-p 然后再打一个空格 然后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把上面的这个信息给复制一下 粘贴到它的这个后面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回车了 那现在它就是在升级当中 升级完成以后呢 它就会列出这样一串信息 那这里我们就不用管了 然后我们接着的话呢 我们就在这里输入一个重启的这个命令 然后让它重启一下 当重启完成以后呢 那我们重新登陆我们这个EXI的这个后台 然后我们点到这个主机 我们来看一下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的版本就是6.7.0 然后update 2的这个版本 那也就是现在目前最新的这个版本了 好的那升级完后呢 大家是不是发现很简单 其实就是一条命令的事情 那有的朋友会说呢 你演示的是这个6.5版本 升级到6.7的最新版本 那么我们现在用的就是6.7的版本了 只是还没有升级到这个最新的这个update 2的这个版本 那6.7要怎样来升级到6.7的这个update 2的最新版本呢 其实操作方法和之前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在下载这个升级包的时候 我们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我们之前安装的那个升级包 或者是它也提供了一个6.7到6.7update 2的一个专属的升级包 那么这两个升级包的话呢 你随便下一个通过之前的那个方法步骤来操作 那都可以升级到最新的这个版本 这两个升级包的话呢 我都是在6.7下面测试过 都可以升级到最新的这个update 2的这个版本的 那么学会用这个命令的升级方法以后 如果再更新新的版本 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平滑的升级 好了那这期视频就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EXI升级的这个方法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